也對我們後來有很多的影響 那另外在能夠進入世界藝術舞台方面 他開脫的一個先例就是說 因為我們東方的這個人為藝術的這個 跟希望不同的藝術觀念的作品 他才能夠進入世界國際的這個藝術舞台上去 楊英峰不斷創作 並致力人文與藝術哲學思考 介紹或研究楊英峰及其藝術作品的文集 多達數十冊 他也不斷作育英才為教育盡心 先後成立楊英峰美術館 楊英峰藝術教育基金會 並在國立藝專淡江大學 明川大學等大專院校執教 1968年雕刻大師朱銘 拜入楊英峰門下 其重精神 重靈性的創作理念 深深地影響著朱銘 他有問過我 他說你想學多久 他可能在考我 我說一輩子好了 他很滿意 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東西一輩子都學不完 不要說是學一輩子 你想學什麼 因為你的技術那麼好 他說技術那麼好 我說要學一輩子 我說這樣好 技術跟藝術是兩回事 他第一句話 你知道他講什麼嗎 說你千萬都不要學我的 我父親就告訴他 他的當時的技巧金都不是問題 最大的一個學習其實他就說 你要跟著我生活 是生活的智慧 是修養的問題 是修行的問題 所以朱銘有一段時間也常講 他說藝術即是修行 是透過心靈的淬煉出來的 在鄉土運動芳心慰愛時 一些藝文界人士認為 朱銘應繼續耕耘鄉土這領域 楊英峰在此關鍵時刻 以朱銘 不應只停留在此格局 出面為其辯護 也因此成就了朱銘 邁向新的高峰 你看我在國內 課太極很多人在罵你 很可惜啊 朱銘現在課什麼太極 太極系列 只有楊老師在支持我 朱銘是經過一個記者介紹 去找楊英峰的 楊英峰看到朱銘身體不好 每一次感冒 就好幾個月才會好 他是介紹他去找 打太極拳 然後太極拳一打 朱銘就搞通了 對造型啦 對藝術啦 因為這都是通的嘛 所以朱銘就 開始就懂得掌握 什麼叫做雕刻 那他要學什麼呢 楊英峰看到他的雕刻 木雕啊 木雕你早就比我更好了 你就是要如何去做一個藝術家 楊英峰必稱創作超過六十年 歷經了不同階段的轉變 造就了其作品不凡的價值 在海內外 舉辦過數十次展覽 並受邀在倫敦 東京等地 舉行大型各展 獲得行政院文化獎等無數殊榮 更受邀於英國皇家雕塑家協會 成為第一位國際會員 楊英峰的景觀雕塑遍布紐約 加州 巴黎 東京 新加坡 與北京等地 在台灣各地也都看得到 楊英峰的景觀雕塑 交通大學 亞洲大學 義州大學 更有豐富的典藏 一九九七年 母親節時 楊英峰寫下 我期盼著能超越獨善與我值的小愛 吸更寬更廣之氣 和同時代的人們共同分享景觀正面明鏡 楊英峰創作為功利為物的價值觀所產生的混亂 提供一個生機綿延的新方向 新希望 zdrowaにな綠碼 while 十二四月十 五十五 拍攝靠二十五 黃常警長 來新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